你好 欢迎收看5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配合防疫 我们将全程佩戴口罩播报新闻 18号教育部宣布全国各级学校停课不停学 花莲县透过网络 请师生平台 以及Google Meet软体 线上同步或非同步上课 花莲县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表示 第一天统计 包括国中校以及幼儿园 共有1198人 因为家长无法照顾而返校上课 校方同样落实防疫工作 总午工餐提供妥善的照顾 新冠疫情升高 19日又新增267例本土病例 教育部宣布 全国各级学校和幼儿园 19日起到5月28日停止盗校上课 花莲县府教育处表示 仍有近8成的偏乡孩子盗校上课 国中校有846人盗校 公司立幼儿园有352人盗校 目前整个停课不停写的实施状况 虽然一些困难 但是都排除掉 顺利的来推动 父母亲不在 无法照顾小孩而到校的目前的情形 现在国小目前前线 有846个 为学生到学校来上课 那学校也安排了学习课程 还有中午会提供餐有的午餐 给学生来供应 那整体上 846大概在我们前线 国中小的学生人数 20800多人大概是4%的量 这个部分的学校都可以妥善的照顾 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在学校完成课程的学习 和生活的照顾 那至于公私立幼儿园 我们前线现在有4041位 公私立幼儿在幼儿园里面学习 那今天来到学习 田里的呢 有352位 占整体的呢 8.7%的数量 我们也请各幼儿园人 对于这些幼儿人可以 可散的照顾 和平常的供应午餐 让学生的幼儿人在整个学校 能够顺利在这体各个情节 完成这个课业和生活的照顾 姚中指出 检视道校情形 以偏乡细林水源等国小 约有8成左右学生道校 若学习状况不佳 将在恢复正常上课后 实施补救教学 也由于花莲许多偏乡 因隔代教养普遍 或家长忙于工作 无法请假 教育处也同意 可以让孩子返校上课 记得蒋方燕 华联士报导